HELLO 大家好,我是Hidy 這次要掃銀開場就代表我們要開箱試新產品 之前我在Gmarket買了ZumuZumu和ETO HOUSE的聯繩系列 今天可以馬上試相面給大家看 還有買了一個韓國應該比較新的品牌的眼影 我覺得非常之特別 順便會一起試試 事不宜遲,我們現在開始吧 這次我看到宣傳海報的時候已經覺得死了 我全部都超喜歡超可愛的 所以我除了買了粉底之外 還買了胭脂和唇膏 你看他們有出Cheap and Dell,超開心的 他們這個粉底很貼心地出到N29這款顏色 你知道的,我這些膚色在韓國的底妝 基本上是完全買不到的 23已經是他們比較深的顏色 在我身上是白紙的顏色 25我也試過是還好 但還是太過兩白 所以這次出到N29我覺得很驚喜 而且它是出了Cheap的圖案 我真的超開心 它的質地是非常之玩具索膠那種 而且它是拎出來,不是平時的Cushion打開的 裡面就會有一個粉撲 之後它也不是Cushion的樣子 大家可以看到粉底是在網上的 有點像以前Integrate他們出了一種啫喱粉底 其實我也沒試過顏色 摸上去有點像一個海綿 在下面的樣子 你會看到一摸出來 就不是那種亮亮亮的效果 它嚴展性不高 所以塗在臉上的時候 你要少量多次 薄薄的地塗 不然就有機會覺得太乾了 而且要打底的時候做好一點保濕 現在你們看到的就是這半邊上了一層底妝的效果 其實都蠻感動的 因為我沒試過韓國的底妝出到一種剛好的顏色 你會看到它是提亮了 但不是那種白賴兩折色 其實在額頭上就看得很清楚了 因為我本身這一片都是比較暗沉的 所以你會看到它是完全吞昏 很漂亮的 近距離你會看到這些小瑕疵 所以它的遮瑕力就比較低 還有修飾毛孔的能力也有 但是就不高 因為我都看到毛孔還是看到的 不會說有平滑到皮膚的效果 純粹是一個均勻膚色的感覺 現在我全臉都塗了一層粉底 你會發現妝效是很自然的 它會透到一些皮膚的光澤出來 但是就不會是奶油肌 或者不會覺得黏的 它不是完全霧面清爽 但是不是那種潤紮型的粉底來的 在臉上的表現 我不覺得它算是最貼服的粉底 但是又不會浮粉 或者塗在一些紋理和鼻液位中間都沒有 暫時我覺得都是中規中矩 因為我眼底下了一些遮瑕膏 所以都會用一些碎粉定一下 但是臉、額頭那些我都不會定妝 大家可以看看我化完妝的妝效是怎樣 上次的影片有人問我怎樣畫眉毛 所以雖然不是什麼新的產品 我也跟大家講解一下 我是用眉粉的 我是不喜歡用眉筆的 純粹是填顏色的 我覺得畫眉最重要是眉型修得漂亮 我是這麼多年都出去修眉的 所以你們會看到我幾筆 已經畫到一條很工整的眉毛出來 純粹是跟著寬形 之後我會畫出少少眉尾 比起眼尾大約多多 可能1cm左右 之後就會補眉GEL 上眉GEL就更加沒有技巧 在上面塗一下塗一下 眉毛淺色一點就可以了 然後我就入手了兩盒眼影 這個牌子我是未聽過的 是不是讀unlashia呢 其實他們的顏色是沒有特別的 純粹是有一格 我覺得其他的眼影盤暫時沒什麼看過 我開給你們看一下 非常簡潔的包裝 你會看到配色是沒有特別的 但是這兩格的閃粉就有特別之處 大家看不看到呢 中間是有些深深的 然後這一格的中間是有些星星的 不過他們比較隱約 好像不太能看到 但是由他們做形照 你可以看到那些閃粉是很大顆 而且有形狀的 但其實我會看到有些深深的 一定是在上面的廠方 其實就真的會有很多 其實我會看到 其實我會看到 我會看到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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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2號色Stary Dot 用了一個泥啡色打底線 這個顏色用在我身上是非常安全的 接著就畫眼線 今天眼線我會畫得比較貼近眼睫毛的根部 所以是比較幼的 你會看到雙眼皮基本上還是很明顯的 這樣就不會畫到外面很粗 但也是有精神的效果 接著會用手指去點上閃粉 塗在整個眼的前面位置 然後輕輕掃在後面 但不需要重手 你會看到這個閃粉顏色是做得很透亮 好像水波一樣 一點都沒有火粒感 而且不會飛來飛去的 是超級貼服的 畫完眼妝後 你會發現是今季比較多通透型的顏色 其實真的沒什麼特別 我現在就試試加星星那一格 在眉骨的位置 看看效果是怎樣 我也是第一次的 所以如果很奇怪 大家看看吧 罩眼看我看不到有星星的 但看到很多大顆的閃粉 它完全不會跌來跌去的 不知道是否因為我沒有上碎粉的關係 它那個附著力很漂亮 整個效果很漂亮 離遠這個角度看下去 就應該不是浮誇 應該是看下去有些打亮的感覺 但是當然 真人看和近看就不是那一回事 這個妝是不能播出的 但是可能拍照片 拍片 其實效果很漂亮 這個角度應該看到星沙閃粉 它們不會跌來跌去的 是非常貼服的 不過呢 你會發現真的沒有星星在上面 我心裡這麼孤寒 我玩了這麼久 只有一顆星星在這裡 要不拍到呢 我覺得它也算是一個不實有趣的 因為其他三種顏色 已經可以做到一個日常的眼妝 有什麼特別的日子 特別的場合 或者你想閃粉大顆一點的時候 只壓在眼睛 它也能做到 因為其實真的沒有什麼星星在上面 它也是一些比較顯爛的閃粉 到胭脂的部分 我們就回來ZumuZumu這個系列 總共出了五種顏色 我買了其中兩款 分別就是 Orof 和茶壺太太 是不是很可愛 它們圓圓圓的 是很像一個Macaron 但是為什麼我現在已經打開了呢 就是它們有一個擺筆 超級擺筆 就是很難打開 一吸緊的時候 是超級難打開的 所以為了方便 我現在就先打開它 它裡面有一個毛毛的粉撲 然後就是胭脂 胭脂會是粉狀的 我也是第一次試的顏色 Orof這個比較像珊瑚色 然後茶壺太太 嘩 這麼白的 它明明看上去是淺粉紅色 喂 好像碎粉那麼白 對我來說 我當然就會用Orof這個 嘩 好漂亮啊 我喜歡 這種好像在棉花上 蓋了一些顏色的感覺 嘩 都很顯色 不要開玩笑 我先印在這邊 拿走 再印在這邊 糟了 是不是太紅了 我以為這些這麼兒戲的包裝 不會那麼顯色 既然那麼顯色 我們試試鋪這個 淺一點的粉色上去 嗯 蓋上來之後 很漂亮啊 效果 它是可以把 如果你不小心 就像我一樣 重手了 你就可以這樣蓋上去 就可以冒化了那個顏色 是不是現在整個很有氣色的感覺呢 最後就到唇妝了 登登 這次JumuJumu 是出了不剩顏色 我是全部打包了 因為實在太可愛了 沒錯 這個就是唇膏本人 它是筆斗翁來的 是不是 超級可愛啊 你們明白為什麼我會全包尾呢 中間是可以這樣流出來 然後就是一個很迷你的lip tint 唇妝方面的試色因為非常接近 你看到這五種顏色 真的分不到哪一種打哪一種 所以我就逐個試色給大家看 它們是蠻有重量的 蠻有重量的 所以不適合帶出去補妝的 但是放在家裡做一個擺設 真的超可愛啊 我今天就會用 Dell這款比較偏橙的顏色 去塗給大家看 它的味道是有一股超級香甜的 青提子糖味 所以無論包裝 或者鮮艷的顏色 甚至是味道都好 都好似一個小朋友的玩具 妝效方面 就是霧面輕生的 完全不會黏粒粒 但是它會黏在死皮上 所以就要做好一些去死皮的步驟 它的顏色因為很鮮艷 所以是可以蓋到大部分的唇色 但是可能要塗一兩層 如果薄刷就比較容易不均勻 但是口塗就會太過鮮色 所以我自己都是塗了兩層左右 就是現在這個效果 好啦 那今天這個開箱試飾片 就到這裡 希望大家都會喜歡看 還有如果你都觀望 這個Etto House和ZumuZumu系列 都可以給大家一些參考 因為我自己一開始都是覺得買玩具回來的感覺 但是我覺得它們實際用上去 是不差得過一些很平常的系列 所以如果你都想買的話 不妨都可以入手 如果你喜歡這條影片的話 記得給我一個Like和Subscribe我的頻道 我每個星期都會上載兩條新片 逢星期六間收片和日間週十二點 我們下條影片再見啦 Bye Bye 還要介紹一下 我我們下條影片